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12人已逐法定人数 我们现在开始开会 请议事人员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 宣读立法院第十届第一会期 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第23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 时间中华民国109年5月18日星期一 上午91分至12时21分 地点红楼三面一会议室 出席委员温佳等12人 立席委员刘世芳等26人 立席人员 国防部副参谋总长执行官徐远博及所属人员 主席吕招集委员玉玲 报告事项 一 宣读上次会议一失录 决定 确定 二 邀请国防部报告 因应近期南海情势 我国防情资掌握与相关战略部署并被执询 本次会议采报告秘密 寻答先秘密后公开方式进行 国防部参谋总长执行官徐远博 及情报参谋次长市次长陈国华报告 委员陈以信等19人质询 均由国防部等相关官员及其答复 决定 一 登记质询在场委员均以发言完毕 报告及寻答结束 二 委员所提口头及书面质询 为其答复或要求提供之资讯 请国防部于二周内以书面答复本会各委员并复制本会 委员令指定期限者从其锁定 三 委员鲁明哲等二人所提书面质询 列入记录 刊登公报 以上宣读 好 请问在场的委员上次的议事录有没有遗漏跟错误的地方 好 那议事录确定 请议事人员宣读报告及讨论事项 宣读本日议事日程报告事项 邀请外交部部长 卫生福利部部长 就我国参与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WHA 进行专题报告并被质询 增叠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 国防部海军督墓舰队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 COVID-19群聚感染事件调阅专案小组 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 该调阅专案小组运作要点及文件查阅要点并施行 请查照案 处理院会交付109年度 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 外交部主管预算冻结案 提出出面报告后 使得动支等三案 一 第二幕向下 制作国情资料中 业务费预算冻结200万元案 二 第二幕向下 各地区工作汇报预算冻结300万元案 三 第三幕向下 住外实领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 之其他业务租金预算冻结1亿元案 讨论事项 处理院会交付109年度 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 外交部主管第一幕向下 资讯处理预算冻结700万元案 以上宣读 好 我们介绍在场的委员 罗智政委员 蔡思义委员 再介绍今天 列席的所有的官员 外交部的部长 吴钊燮 吴部长 政务次长 谢武桥 领事事务局 叶飞比局长 亚东太平洋师 葛宝轩师长 台湾日本关系协会秘书长 郭仲熙秘书长 亚西及非洲师 杨欣怡师长 欧洲师江森师长 北美师姚金祥师长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师 余大蕾师长 条约法律师梁光忠师长 国际组织师陈龙锦师长 国际合作及经济事务师 蔡允忠师长 国际传播师陈明镇师长 研究设计会副主任 孙立维副主任 资讯及电务处处长 林东亨处长 公众外交协调会执行长 欧江安执行长 非政府组织国际事务会执行长 赖明齐执行长 卫生福利部政务次长 何启公次长 国际合作组 纪监刘立林 行政院主纪总处 公务预算处 专门委员简信会专门委员 请问各位委员 好 我们请问各位委员 有关报告四项第三项 有无异议 好 没有异议 我们准议备查 第四项处理院会 交付109年度 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 外交部主管预算 冻结案提出书面报告后 使得动之等三案 现在书面报告已送交本会 是否同意解冻 好 我们同意解冻 提报院会 本日会议 我们邀请外交部部长 卫生福利部部长报告 我国参与第七十三届 世界卫生大会 并被执询 现在请吴部长上台报告 主席 各位委员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很荣幸 今天能够来就 我国参与第七十三届 世界卫生大会提出报告 书面的报告请大家参阅 以下我就重点来跟大家做说明 今年是第七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 是以线上会议的方式来召开 那已经在五月十九号闭幕 非常遗憾 我们并没有受到邀请来参加 本来政府希望 这一次的线上会议能够讨论 是由我 我国的十四个友邦 为我们所提出来的 在世界卫生大会上 担任观察员的这个提案 但是这一次的会议实陈 大幅紧缩 政府经过审慎的评估 决定接受理念相近国家 以及友邦的建议 在大会复会之后 再来进行推案 以立大会能够专注旧疫情的因应 做充分而且实质的讨论 那我们这个决定 也获得国际社会普遍的肯定 虽然这次的线上会议 并没有讨论我们的友邦的提案 但是在争取参与 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诉求 在会中获得空前的关注和讨论 除了十四个会员国友邦 全数为我们发声之外 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纽西兰 和捷克一共九个国家 和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 马尔他骑士团都在会中 用直接提及台湾的这个方式 或者是强调包容性和全球防疫等 广纳各方等呼应我国的这个诉求的方式 表达对我国的支持 今年最大的进展就是获得空前强劲的国际支持 一共有超过三十个国家的行政部门 以多元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许多理念相信国家的高层也公开表态 例如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 加拿大的总理小杜鲁道 纽西兰的副总理兼外长Peters 以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均首度公开为我发声意义重大 另外有四十三个国家或地区的这个政要 包含超过六百位各国的国会议员 也以致函WHO干事长等多元的方式 表达对台湾的支持 加拿大有九十个国会议员 和欧洲议会和德国国会 一百零六位议员 也分别致函要求家国政府 以及欧盟采取具体行动支持我国 这些国会友台的声音 相当程度反映出我们国会外交的成效 那在国际舆论方面成果也相当的丰硕 到目前为止 一共有六十多个国家的媒体 超过两千一百篇的正面 有我的报导 我们上次播放的国际文宣短片翻展人声 点阅率也超过了一千两百四十万人次 另外我个人也接受了二十三家的国际媒体的专访 那稍后我们也准备一支有关于国际媒体社论 支持我们的这个短片 给大家来观赏 只要两分钟就好 我们推案最大的阻碍 仍然在于中国持续的强力阻挠 以及WHO秘书处无法坚守专业中立立场 最佳的抗衡之道就是强劲的国际支持 当国际支持台湾的声音越来越强大的时候 我们离成功的目标也就越来越近 今年WHO推案尚未结束 我们将与卫福部持续合作努力 积极争取受邀以观赏员身份参加 本年稍晚的WHO复会 虽然难度仍然很高 但是政府会越挫越勇 绝不放弃 也希望贵院以及贵委员会继续给我们支持 及鼓励 以上报告谢谢 谢谢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现在请卫福部和次长报告 主席各位委员女士先生 今天卫福部曾邀列席报告 下面就我国参与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提出专案的报告 第73届WHA以视讯会议的形式召开 WHO仍因政治的干扰为邀请我出席 漠视2300万台湾人民的健康人权 本部深表遗憾与不满 并由陈部长居民致函抗议函给WHO干事长 虽然台湾未获得邀请函 然而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今年的防治成果 有目共睹 获得国际社会普遍称赞 我们WHO的推案并获得今年国际空前的力道支持 本年WHO推案本部相关的工作如下 第一 本年部长专闻以全球卫生安全 台湾无法支撑事外为题撰领 截至5月20日为止 或刊204篇或国际媒体 包括英国泰晤士报 法国世界报 日本朝日新闻机 澳洲的雪梨陈锋报等 共45国超过150家媒体的刊登 陈部长与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 Alex Azar部长举行双边电话会议 美方重申将持续全力支持台湾 扩大参与WHO与全球卫生事务 双方并同意未来继续深化及扩大 卫生领域之合作 尤其强调在COVID-19疫苗 药物研发以及防疫物资等 台美防疫的合作 第三本部举行行冠状病毒 防治检讨的视讯论坛 邀请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共14个理念 相近国家 区域组织近50位卫生官员参加 论坛中许多与国与会的国家代表 肯定我国COVID-19的防治成果 各国并就防疫措施深入交流 分享及讨论后续的合作事宜 第四本部与美国卫生及公共卫生服务部同步发布 关于我未受邀出席WHA的声明 美方亦于声明中呼吁WHO 恢复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WHA 并呼吁WHO系统性的纳入台湾卫生专家 包括COVID-19及其他的领域 我方亦于声明中感谢美国友邦及理念 相信国家等长久坚定支持我国参与WHO的 以及相关会议 台湾将持续与各国合作 秉持专业务实有贡献的原则 扩大我国国际参与 展现台湾致力于全球卫生的努力 对于未来的展望 在COVID-19疫情急剧扩散全球之际 本部将持续透过双边及多边管道 提供抗议人道的援助并分享经验及技术 以具体行动运证 台湾can help 台湾is helping的理念 本部将与外交部持续共同努力 秉持专业务实有贡献的原则 争取完整参与WHO相关的会议 机制及活动 我们严正的呼吁WHO 坚守专业及中立 拒绝政治的干扰 证实2300万台湾人的健康权利 并让我们能够善用台湾的 因为能力及防疫经验 协助WHO 在全球推动各项工作 包括对抗COVID-19 让台湾对全人类的微生福祉 做出更多的实质贡献 维护国人及全人类的健康安全 以上报告 寻答开始 本会委员6加2分钟 非本会委员4分钟 10点30分钟发言登记截止 如果有临时提案 请于10点30分钟前提出 11点处理 请罗自政委员 谢谢主席 麻烦请吴部长 请吴部长 部长先恭喜许任 也感谢部长这么辛苦带领外交部 至少在WHO议题上 我认为打了一个不错的赞 最近国际社会议论对我们支持的确创了一个新高 我有些东西还是要跟部长进一步请教 在几乎美国时间5月20号同一天 总统就任的同时 美方发表了 国务院发表了宣布对台的新的武器的package 部长有什么看法 这个鱼雷的这个package 这个重型鱼雷是要由我们的那个浅舰国造 就是自己国造的这个浅舰上面所使用 对 那这个代表美方对我们安全的这个承诺的落实 我们表示欢迎 那对于美方坚守台湾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的这个承诺 那我们也表达感谢之意 是不是也表示美方 因为刚才部长点到重点了 基本上是不是认为美方支持也协助我们浅舰国造这个计划 一点都没有错 没有错吧 因为这个鱼雷不是现有的浅舰需要的 是配合我们未来浅舰国造相关的武器系统的一个提供 没错吧 所以美方基本上态度是支持也协助我们在浅舰国造的努力 这一点我想部长清楚点出来 但是第一发表我们看到 我们不必然随着中共在起舞 但是环球时报的社品里面提到就是说 他们展望未来两岸之间在外交战场上 他认为有一个局面叫做 台湾的邦交国基本归零 如果这句话是他们一个动客的话 那未来我们外交战场上应该是非常激烈的 部长对于环石的这个放话 你有什么看法 我想环球时报是中国政府一个非常鹰派的一个媒体 对那对于这个方法 我们基本上是不会去回应 但是对于我们自己的这个邦交国 我们会用尽全力来保障我们自己在外交上面的这个权益 那一点都不会放弃 简单讲就是说部长 你有没有信心能够捍卫我们现有这十几个邦交国 继续维持过门关系 我会全力来努力 全力以赴 一个都不会少 好这是部长的一个承诺 因为新的这个四年的开始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战场 好现在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WHA的那个总委员会 他现在这一次的进展 到目前为止 因为会议还在进行当中 就是说还会有互会的可能性 所以今年的WHA并没有完全结束 然后基本上是进入下一个阶段 也就是我认为的第二回合 是那个国主司那个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来 国主司吧 是 他现在有几个条件要推动 就是等下次resume session 复会 然后他要丢到general committee去讨论 然后再送到大会 来做相关的议题 这是未来阶段没错吧 是 复会的时间有没有一个谱 或一个方向 还是不知道 现在还不太清楚 是不是一定会复会 呃原则上是会 会吧 但是要看外在条件能不能配合 现在在日内网那边的 大家谈的时间大概是在11月 11月左右 是 OK 可是11月左右涉及到另外APEC的议题 因为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 就是复会的时间会影响到 我们对其他推案的推动 是 包括9月份有联合国的案子 11月有APEC的领袖高峰会议 是 这个同时并在一起 就会更得更复杂 是 所以这一块啊 当然我家不一定有准备了 我只是提醒大家 那个复会的时间 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推案的进行 好 general community 之后才会有printary的讨论 没错吧 是 那我问一下那个市长 他的总务委员会 或general community 到底组成是什么 你的了解 他的组成是什么 谁在里面 因为他涉及到他实际的权力运作 市长告诉我 因为这一次并没有召开总务委员会 一般都是在会前 由各区域集团他们协调产生 他们的WCA的议事规则里面 写得很清楚 是 总务委员会的组成是什么 那个市长知不知道 那个何市长 general committee 好吧 外交部来 请告诉我 总务委员会的组成是什么 包括那个 大会的主席 无畏副主席 还有各区域集团 多少人 大概30 32位 我告诉你 但你们这个气节 部长不用知道 市长一定要了解 是 根据他们WCA的议事规则 general committee呢 是由这次大会的主席 副主席 以及主要委员会的chair 加上25国家组成 好 哪些人 是不是知道 目前还不确定 还不确定是吧 对 涉及到哪些国家 是我们的友好国家 是 有没有在里面 是 如果不知道 是谁 哪有没有人 可以在里面帮我们发声 那这一局等于结束 提早结束了 这样理解吧 理解 虽然有些国家在外面 可是它的关键在general committee 没错吧 是 那现在你们还没有完全掌握 他的执掌是什么 知不知道general committee 其实跟我们也相关的是 他们会讨论是不是建议 没有错吧 我方的所提出来的那个 supplementary item 列入大会的意义 简单讲 是 要不要把我们案子 放到大会去讨论 是由这个committee来决定 我们所谓的supplementary item 放进去的决定是在这个committee 没错吧 初步决定是 初步决定嘛 是 那我问你 他讨论是公开的秘密 是秘密的 秘密 是 OK 他的意思规则讲得很清楚 这个committee shall be held in private unless decided otherwise 秘密会议 是 就不公开的也不是秘密啦 就没有什么直播什么一大堆 所以是秘密的 简单讲有可能被戳掉哦 有没有可能 应该不会 不会被戳啦 我们会全力想办法 所以不会像我们在执委会也好 或者说大会 然后大家公开 然后甚至有机会 让外面声音进去了 他是private meeting 没错吧 所以这涉及到未来 我们在运作操作上 会有什么困难 也就是我今天要问 就是你的评估是怎么样 简单讲 虽然延到下一回合 到general committee 可是我们外交部 或是卫福部 我们的信心在什么地方 我们评估这机会大不大 如果不大 那也不要让国有 太高太高的期待 然后突然间 重重的摔下来说 没有了 所以第二回合 机会大不大 请外交部做务实的评估 可以吧 是 不要把我们吊子拉得太高 然后最后发现没有 觉得我们这一回合 大概也没机会 不见KO 但TKO机会是存在的 这一点要特别小心 好不好 还是问到一个最关键的 因为以前的做法 都是先从执委会 本来送到大会 我们现在执委会的生态 也要了解 市长 执委会的主席现在是谁 现在是印度 日本吧 执委会 新的是印度 新的是印度 刚选出出来是吧 好 问你 各区的代表里面 这么二十几个代表里面 有没有我们邦交国 目前是 没有 没有 没错吧 所以一方面我们当然 邦交国不当讲话 我们感谢 很多国家在外面 在里面帮我们感谢 但是有时候很务实的 就是回到 WHO WHA 里面的场域的时候 我们到底有多少 政治的实力 这个也必须要让国人知道 以免让国人有不太 不太过于 太理想的一个期待 因为政治是 国际政治是很现实的 在现在执委会里面 我们邦交国是没有的 在General Community里面 友好的国家是有限的 这块要了解 好不好 是 最后主席再给我一分钟 抱歉 那个部长 我请问一下 我们是不是确定 有第四波的口罩外交 对 已经对外宣布了 好 所以未来有2350万片的 所谓 外科手术 外科口罩 外科口罩要出去吗 是 没错吧 是 那我请问一下 这一批的口罩的 发送方式 赠送方式 是不是跟前三波都一样 都给各国的中央政府 对 基本上是这样子 是吗 基本上是 坦白讲 我可不可以有别的建议 是 请说 因为我们知道 这2000多万的口罩 救急不救穷 因为2300多万口罩 其实不多 也就是国家一天就用完了 医务人员搞不好 两天就用完了 那只是 比较多 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我们如果还有第三波第四波 其实我们开始要思考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我举个例子 部长不见要接受 我只是举个例子 当我们丢给他的中央 不是丢了 赠送给中央政府的时候 他分送给第一线人员 然后中央政府表示感谢 OK 有宣传的效果 可是如果 我举个例子 部长 就给我们的外里管的馆长 每个人十万片 由馆长 当然要报回来 由他决定怎么发放 他可以给国会议员 重要的政治人物 重要的团体 甚至地方政府 由我们来决定发给谁 部长 两千上百 我不要多 如果一百个馆处 每个人十万片 也不过一千万 两千万的一半而已 但是你想想看 我送给中央政府 十万个口罩 没什么 可是如果我们馆长 有十万口罩 他送给一个国议员 一千个 哇 那个人际关系的 面walking 有帮助吧 但 这个就涉及到 外交的艺术应用 部长你不用回答 我只是建议 如果我们的外交的馆长 每个人有十万片口罩 交给他去结交 地方政治的人脉 但不要公开 不然大家来讨这一套 我是说 如果他有十万派 可以dispose 可以让他来dispose 他怎么用 坦白讲 他可以做很多的 不错的外交成果出来 对我们友好的议员 可以给吧 台湾CUCUS的一个 拿个一千个吧 给中央政府一万个 中央政府可能没什么感觉 可给国议员一千个口罩 来帮助他 他会内心有感觉 部长 这是我个人粗浅的建议 外交部要不要这么做 你们自己决定 但是我觉得 开始有 弹性的 灵活的 运用我们有限的资源 或许可以效果更大 这样可以吧 谢谢 谢谢部长 谢谢委员 OK 谢谢 请林昌卓委员 除夕我们请吴部长 请吴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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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部长有早 是 我们最早前 最大声 也是先来说 口罩的事情 是 我有看到说 这个第四波的口罩 包括一些物资 要送去其他的国家 这个部分 是不是因为我们部队里面 这些没有那样伤识 是不是 可以稍微再说一下 税用一下 我想这个第四波的口罩 就好像那天我在指挥中心所宣布的 就是说我们会有两千三百五十万片的外科口罩 那会再加上N95 防务仪 隔离仪等等的这些物质 那我们跟之前的那个思考都是一样的 只要是哪里有这个需求的话 那我们就跟对方的这个政府 不管是中央的政府 或者是地方的政府 或者是地方的政府 去跟他们谈 那如果说对方接受 那我们就送过去 那原则上都还是给医副人员使用 是 那现在代表分主要是哪个国家 我想美洲 欧洲、亚洲、中南美洲都有 是 欧洲也有 所以说我们的友邦当然是一部分 但是跟人比较好的那些国家 就是我们的理念相近的国家 会主 都有 然后跟我们没有邦交关系 跟我们的政治关系 也没有那么好的这些地方 其实我们也都有 但是因为我们是以人道为出发点 所以在政治上的这个考量就比较少 所以说国家 比较重的国家党是差不多会出来 我们现在已经一波一波的在出去了 包括美国 或者是说在东南亚的这些国家 有的是疫情真的很严重 我们希望能够提供第二次 欧洲的国家 我们有一些已经讲好也可以陆续开始再出了 是 何次长可以也请一下吗 谢谢 请何次长 各位好 就我们的这个医疗物资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原外的这个工作 其实我另外一部分 我也看到我们 陈丹部长 近前有说 在这个六月底 近前应该可以开始把这个口罩 这个出口 因为到时候差不多 每天可以有2500万片 所以说这2500万片 应该是除了台湾人用以外 要出口应该有够 所以说 现在有确定的日期吗 呃 大家都希望是越早越好 所以 上班六月底 但是 可能六月中 也可以做一个决定 但是要看 盘定 说我们现在 这一天 要准备1200万 以外 我们有够的时候 那 那 储备的物资 现在只有一些 所以有够 所以有够 我们才能够提早 进行这个工作 OK 好 多谢次长 因为我们其实 其实我问这个问题就是 基本上是要了解 我们接下来 我们对国外的这个 这个救援 激起帮助 能量大会有多大 除了我们现在 第四波已经开始以外 其实如果 六月中 因为我们本来看就是六月底 如果是有够说六月中 开始 我们把这个出口的这个 零量的时候 当然是 对国外来说 也是一个很大的棒 是 因为对青雄来说 是 和这个出口 他的商机的模擬 所以现在尽量 要 让他可以去外面买 是 这就是我头头 其实我首先就是 要说这个 我们除了跟他们 讀三天 除了我们自己有够用以外 主要是 我们也是另外一个 可以这个 这些青雄 除了自己做来说 跟我们都是 共赏的 以外 也比较好 是 好 谢谢卫福部 啦 好 那我们那个 我们副部长 我们继续就是 刚刚这个议题 我做一点小小的补充 OK 就是这一次我们 台湾的口罩国家队 他除了保障我们 台湾的人民的 这个健康安全之外 那也提供了 国际社会上面 很多的这些协助 但是这个是在 对我们台湾的 口罩国家队的这个 厂商来讲 他们是没有办法去抢占国际的这个市场 那如果说我们接下来自己足够了 让他们可以去国际上抢占市场的话 这个对我们的台湾的外销是很有帮助的 是 所以大家都积极来规划 下一波要开始来出口 对 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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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两天 大家都在说的就是 川普 这个 川普 他说 这个 算起来是说 对WHO最后通牒 是 所以说 他这种 有可能说 WHO也没有开始改革 就要英雇 都没有给他支持 没有给他赞助 的这种 公法 对我们 在推策 对我们在WHA的推案 有什么差别 有什么影响 有什么影响 就是全世界的这个 卫星组织 所以 要参加卫星组织 很方便 我们不能去奉献 我们还是要积极的来参与 所以 其实我要跟部長讨论 就是说 现在 当然 有的人会说 我们这些国製组织 都不要参加就好了 因为我们这次 没有在WHO 里面 结果我们处理得不错 这是一种公反 另外一种 当然是说 我们继续推策 这种推策的方式 跟过去这几年 我们过去这几年 其实主要是怎么推策 就是说 我们主要是 證出说 去参与WHO 他的台会 做观察团 另外就是说 在这个联合国的这个 这个体系里面 可以有实责的这个 这个参与 贡献我们的力量 这是一种 我们要这样说 其实对我们自己来说 已经算是 很囤乱 了 我们要说 你要 让我们可以 跟其他的国家 和其他的国家 做一个正常的这个 回望国嘛 但是我们很囤乱 我们想说 看能够 用这个 这个 这个 好平 啊 不要这个 衰弱 我们就是要怎么办的 方式 让大家能够理解吗 我们这样来说 也说 几年了 我们继续这样说 那是说 我认为 因为现在国座上 对中国的态度也不一样 是 对中国的态度不一样 对我们的支持也不一样 对我们的支持也不一样 連美国这个 这个 政政 这个五月策的时候 他也说 支持台湾应该要 set foot on set foot on 就是 涉足了 他不是说来做这个 观察员 那是说 应该有意义的参与 他其实 他还说 不让台湾在 任法国立足 立足 立足 是对台湾人民 跟任法国关键的 a front 所以说 他其实说起来 他对台湾的支持 好像已经是 比我们自己说 我们实质的参与 有意义的参与 更多一点点 所以我认为 第一 有一种说法是 我们都不要再製造一下 不用参加 第二 是说 我们继续囤论 用一种 低调的方式 来有意义参与 第三种 我认为 现在是一个 好好可以考虑的事件 就是说 我们用台湾的名字 说我们就是要来 加进这些国际属子 就不用再囤论 不用说实际 不用用那些名字 因为说起来 我们囤论 中国也没有英文 这样让我们继续了 那我们 尤其当然 我们现在的事件 也比较成熟 你如果说 2016年 虽然说 要用这个 冰冰冰冰冰的方式 来跟台湾 敲锣打鼓 我们也没有这样 所以说我们已经有 几年的累積 现在全世界的国际 气氛 应该对我们 国家 提官赞助 来说 我们就是要加 这些国际属子 应该是一个事件 是不是这些部分 可以去研究 好 感谢委员 我这么简单 两点 跟委员报告 第一点 就是我们是一个主管 土力的国家 所以去参加国际的组织 是我们全国民的 愿望 政府有这个 集结 来参加国际的组织 所以 这种职权 我们不会去放棄 第二点 就是要参加国际的组织 当时 专业务实有贡献 这就是我们的 这个环境 就是因为我们秉持这个环境 所以 最近这段时间 我们看到很多国家 都支持我们 所以我们如果 改变这个环境 时 国家最会支持我们的 社員的同样 我们会一直来做评估 但是 接下来 对于所有的 这些国际组织 我们都会 非常认真的来推动 是 我 就想买 我就想买 因为我感觉说 因为现在跟日空 一六年的 那个气氛 这个环境 消化不一样 如果我们一直维持 同样的策略 跟这个论述 有的时候 我们的时期可能 就会 没抓到 所以我感觉现在这个时期 我们不一定要用 同样的论述 还可以 提高 斩償一部分 这个部分 就请外国际 来去 这个可能 谢谢 请赵天宁委员 谢谢主席 请 吴部长 还有我们的何次长 吴部长 何次长 这个 昨天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520的就职典礼 爱国心应该是 这个前所未有的高 是 那在这个地方呢 当然 包括美国 有从这个 国务卿推文 然后到这个亚太住卿的公开的这个影片 甚至到国安副顾问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谈话 我想都是外交部努力的成果 在这边要给高度的肯定 谢谢委员 那当然呢 这里面当然也有发现说 我们友邦里面都是元首 我总统啦 国王啊 总理啊 好像只有尼加拉瓜跟巴拉圭是副总统 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在这个部分 跟委员报告一下 就是 尼加拉瓜 那个 副总统是总统的夫人 那在国内 他也处理很多非常重要的这个职务 在尼加拉瓜 尼加拉瓜的这个国内 副总统讲的话 他的分量 是跟总统一样的 这个是绝对不会有问题 那有关于那个巴拉圭 他是副总统 哦 录制影片 但是总统 有另外的这种表达方式 而且非常的直接 比如说推文啊 智涵等等的 那也有跟我们大使 表达恭贺之意 所以这个部分也没有问题 好 我想是对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更有信心 这个各种形式都是一个很高规格的一次 520的一个就职 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件 得不顾必有零的例子 就是捷克的参议院 刚刚以50票对一票 决议支持议长 维特齐率团访台 那特别在这个前议长柯家洛 1月前本来宣布说 台湾大选要来访台 1月底猝死 他的夫人直接指称 就是中国大使馆的威胁性 所间接造成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您怎么看待说 捷克宣称他们就是一个 主权独立的国家 民主的国家 所以他们不接受任何威胁 所以也50比1 绝对多数压倒性的 决议支持 议长 这个勇气表达敬意 那接下来如果说等到疫情逐渐 缓和下来的时候 我们外交部会全力来做准备 欢迎他们的议长来台湾访问 好到时候如果有需要我们外交国防委员会 或全体的立委们配合 我们都很愿意一起接待 他们是参议员 所以他的对口就是我们的国会 我们会非常愿意一起接待 好那我先再请教次长 次长一下 就也当然部长也可以同时回答 就是说 目前我们的口罩的日产量已经非常多了 那所以呢 我有听到陈时中指挥官有提到说 即将就要开放出口 甚至有提到说这个 现在就可以接单的概念 可是我想要问仔细一点 就是说 那目前外交部跟卫福部 我们口罩开放的规划 我整理了ABCD四种 A是说有外销也可以原证 这是都开放的意思 另外是不外销但是只原证 那第三个就是外销 但是它也就不原证了 那最后就是 我们暂时不外销不原证 那它会比较清楚哪一种类型呢 应该就是A吧 那期程大概会是什么时候 基本上指挥中心是希望越快越好 那目前我们知道的 所有的厂商订单都一堆 所以其实都接单接的很薄了 那所以是只要是 我们盘点国内每日需要的量 让民众不会说买不到 那另外我们库存目前也有一亿片了 所以我自己是认为说 最晚是六月底 但是如果可以快的话 可能看指挥官那边 是不是可以提早个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那就让厂商能够在国际需要物资的情况之下 一方面对他们自己也有商业的利益 另外呢可以援助或者销售给相关需要的国家 好谢谢这个很具体的答案 那我们口罩外交这次让台湾国际能见度大增 这是实在是一件成功的典范 那我们想请教说 那除了我们外交部正式的 包括刚才罗志正委员的建议以外 那民间其实有很多建议过去是没有开放 譬如说像我们是张老教会的信徒 张老教会跟很多加拿大啦 英国啦 欧洲啦很多国家其实是同一个中派 他们可能也想捐 那佛道教当然也有 佛伦社私职会这些社团也有 那以前是都没有开放 这一次有没有可能可以考虑在原政的部分 把这个民间社团的部分也作与开放呢 那有关于原政的这个部分 那当然我们会把各式各样的这种不同的建议 那到我们的考量里面 但是以外交部的这个做法就是说 希望基本上还是维持对中央政府或者是地方政府 但是如果说有这种机会的话 去协助那个比如说教会的系统 或者是说医院的系统甚至是其他的 比如说小学校他们能够防卫自己的话 那我们也会积极的来考虑 不过刚刚那个市长已经提到说 可能接下来我们就会考虑出口 那对于这种出口的时候 那对于要协助其他的这个国家 就等于开放了 就等于已经开放了 所以这个问题可能到时候就不存在了 好对说实在也是这样 他既然就可以出口了 那他就可以去购买 然后就出口这样子 好了解了 那再来就是也是回到WHA的问题 那因为美国威胁永远冻结 WHO的资金甚至扬言退出 那这个情况想请教一下这个部长的是说 美国会不会真的另立一个国际卫生组织 您的判断 我们还在积极的观察我们没有办法确定 那如果另立 但第一个问题还没办法确定 第二个问题当然就更没办法确定 不过还是问一下好了 如果真的有这个机会 台湾有渴望加入吗 我想因为现在我们在努力的是现在 因为现在世界卫生组织还是在协助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来防疫 对于这种大规模的这个传染病还是最主要的国际组织 所以我们台湾要获得资讯或者是说要参与或者是说要贡献 还是要透过世界卫生组织 所以这一方面的这个努力我们不会放弃 但是将来如果说有新的发展的话 我们相信也会抓住这个新的发展的这个趋势 了解 那不管是哪一种方面我们都全力支持 那我们也建议台湾或许可以自办国际防疫论坛 因为台湾现在的公信力跟声量自己举办 或许也会有很多人愿意参与 这个部分跟委员报告一下 就是说有关于我们台湾能够贡献国际社会 其实我们已经做了很多 包括说像我们的唐凤政委 我们的卫福部长我们的陈其迈副院长 或者是说我们的陈副总统 陈前副总统 那在那个跟其他的国家的这个交流上面 做了非常多 而且接受国际媒体的访问 把我们的这种经验能够传达给国际社会 那另外我们外交部也和卫福部合作来规划 参加美国或者是跟美国合办那个GCTF 台美日合办GCTF 把我们的这个防疫经验提供给区域的这些国家 那另外在防疫方面的一个细节的问题 就是说假新闻的这个问题 我们台湾也已经办过视讯会议 我们会持续朝这方面来努力 要确保我们台湾在这个区域是一个防疫的一个中心点 好谢谢 那请主席再给我一分钟 我最后一题也很快的就是说 我们今天媒体也有看到 牛澳好像有一个防疫圈的概念 那有一个叫做跨塔斯曼隔离圈 这是我媒体看到的 那也似乎有透露出说 台湾南韩新加坡也可能考虑加入 那我们也看到的关岛帛琉也都有传出说 是不是我们先小部分局部的旅游交流等等的 对于这样子不管是跨塔斯曼隔离圈也好 个别国家单独就互相交流的部分 不知道您的看法怎么样 跨塔斯曼隔离圈是纽西兰跟澳洲 那但是他们之前也有讨论到其他的这个国家 那这个都还是在初期阶段 那我们跟卫福部这边也不断的在讨论 接下来我们要纳入哪一些国家来做我们自己的隔离圈 那如果说我们台湾防疫做得好 我相信还有其他防疫做得很好的国家 会来跟我们一起来合作 那当然我们的友邦帛琉是零确诊 所以这方面两国合作起来应该是没有问题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国家防疫也做得非常的好 那我想如果说能够建立相互合作的这个机制 让人员都往来不用担心的话 那这个就做起来了 是 像总统昨天的谈话有讲到结构重组 我想或许这是一种小规模先开始的一个 从前所未有的例子都蛮值得期待 谢谢 谢谢 请江启程委员 好 谢谢扎委 请邀请部长还有卫福部的次长 请吴部长 何次长 江委员长 好 两位长官早 这一次的WHO当然我们还是没有机会参与 那不过所有争取的人 还有参加所有防疫的人还是很辛苦 本席在这边还是给予肯定 那但是这个会议还没结束 也延期了嘛 那我们很辛苦的来争取参与 可是过去这四年 我们已经连续都没有参与了 那即便今年这么努力 刚刚听到不管是口罩外交啊 我们的国际省量都非常的高 那 为什么最后还是没办法参与 这个原因我大概请部长来解释 可是呢 我常在想就是说 我们争取国际组织都这么辛苦 WHO也争取得很辛苦 十几年 可是前几天我说 我们这么辛苦争取了 可是WHO可以八个月没有派代表耶 这个大使弦缺了八个月 部长 这个现在还没有派吧 为什么可以弦缺八个月没有派 因为他是大使级的喔 WHO跟WHO一樣 都是联合国体系下的专门组织 都很难争取 一个是金贸联合国 一个是卫生联合国 WHO好不容易参与了 然后我很难想像我们可以八个月空缺不派大使耶 现在确认派谁了吗 我知道有在征询当中 为什么这么难找人 因为在 就很简单跟委员回答一下 就是说要参与WHO 他的那个条件跟一般的这个大使是不太一样的 大使我们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特别的条件吗 我想因为这个是总统指派的 你说过往賴信元担任过 朱敬一担任过 我不觉得他们有什么样子特别说不一样的要求 是需要在国际经贸上面有多一分的能力 没有错但是我想台湾的国际经贸人才很多 我不希望这样子的派任有太多的政治考量 我知道 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组织 可是没有派代表没有派大使这件事情我很在意 因为我们争取的太辛苦了 这个会让外界觉得说 你们就只是为了争取而争取 但是真正参加了之后 你到底能不能fulfill你的 你的这个参与的义务跟责任吗 我觉得这是让人家看 否则人家会觉得说 那你在争取WHO的同时 为什么WTO可以有八个月不派任 所以这个 是不是你最快的时间内你能够派任 我们在作业当中 大概多久的时间 这个我没有办法确定 不要说一年都没有派任 这个我觉得太离谱了 我知道的是 这真的是太离谱了 那另外昨天我们卫福部这边有讲说 因为这一次没有收到WHO的邀请 所以我们有发了一个抗议信 对不对 那这个抗议信的内容是什么 呃我们其实每年都有抗议信 但是一般我们都没有对外公开 2011年全文公布喔 我知道上次委员有咨询的时候 是那一年有 然后呢2016年 在本委员会的要求底下 也有公布部分 所以我想请教两位的是 我们支持你们去抗议 但是这个抗议内容 应该公开给大家知道 我们争取得那么辛苦 大家全国上下 我们的共识去争取 最后我们还是被拒绝 没有收到WHO勤来 那政府理当抗议 可是这个抗议内容能不能公布 可以吧 部长 基于政府资讯公开 我觉得也没什么机密嘛 我们来讨论一下 看是不是有这些重要的内容 至少要给本委员会一份 OK我们来讨论看用如何的方式 之前我们的要求底下也有给这个外交国防委员会 我觉得这是最基本应该让我们知道 我们才知道说到底政府出去的信函 也没有代表我们国家的立场 这是非常重要 我们来做研究用最好的方式让委员知道 因为过去我们做得到 那同样 今年也一样 我们也提了抗议性 当然时空环境背景不一样了 我们也知道和我们的立场是什么 好 这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 刚刚也很多委员问你说 川普的WHO的政策跟策略 是否影响到我们未来的参与 部长有提到说这不会改变嘛 我们还是继续争取WHO 不会因为川普或者美国在世界卫生组织上面的 参与与否或者捐款与否的影响吧 对不会受到这个影响 我们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是我们努力的一个目标 那万一啊 接下来如果说有其他的这些变数的话 我们会仔细地观察 来做出我们参与的最重要点 部长这个你们真的要做啥盘推 因为川普面临选举的压力啊 他有可能都做得出来 他连续两天twitter这样子讲 而且发了一个很长的信 给谭德赛 然后讲未来30天如果WHO没有做重大的改革的话 他可能不再继续参与世卫 我觉得这是蛮严重的声明 也代表他有某种程度的可能性 美国11月大选 以川普现在的选情 如果 如果啊 照他现在的选情判断 我认为这个是有可能 假设WHO在这边上没有回应川普的话 那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所以你们要做啥盘推演 万一美国真的说好 我不再参与WHO 那台湾呢 跟委员报告一下 就是说我们这次的这个参与也让大家看到了 就是说除了美国之外 日本加拿大欧洲的几个主要国家 因为这些国家 因为现在有很明显的 有很明显的分裂 因为美国的立场是这样 可是其他国家 包括G7或其他主要国家 他们还是支持WHO啦 对啊所以这些国家 所以在这个立场上面 可能你必须要有沙半天 万一美国希望说 你也跟我靠拢啊 对不对 台湾你也支持我美国的立场 川普如果要求说 台湾你要不要支持我的立场 那我们怎么办 甚至 川普如果说我退出WHO 另外成立一个卫生组织 台湾进来可以 但是要捐钱 你要不要 我想这个假设 这些都是可能性 你可以说它是假设 假设你不能不做沙盘推演 WHO的部分我们不会放弃 WHO不会放弃 那美国这边万一啦 万一有这样子 我们会看事情的这个眼睛 我们来做我们最好的这个评计 部长我现在提醒就是说 这个距离可能不会很远 因为他11月大选嘛 他如果要做这个动作绝对是大选以前 你们要赶快做沙盘推演 是 因为这个会面临我们的外交上面的一个抉择 是 还有两岸关系的问题 你做这样的抉择之后 在两岸上面的影响是什么 对岸怎么样 怎么样react 反应 这个你们都要做沙盘推演 是 这应该是国安层级的啦 我觉得你们必须提早去做啦 是 那再来 台美关系 过去四年来 如果部长从你的角度 你应该会认为说 台美关系是蔡正普 这四年来最引以为傲的政绩吧 这个是一部分而已 我知道台美关系是 今年累月这样子大家努力的这个结果 那现在大家所感受到的就是说 台湾跟美国的关系是很好 那跟日本跟欧洲也一样都很好 那这个是我们努力的结果 当然 外奥部做的对的事情我们都给你们肯定 是 台美关系的确在过去四年来 有一些不错的进展 也展现双方非常的密切 所以这方面我们是肯定美国的善意 还有美国在一些动作上面的支持啦 这个不外乎不管是台旅法 台北法案或者军售乃至于说 对台湾的一些功课 甚至WHO的支持等等 但是同时我也必须提醒部长是说 这四年来台美关系真正实际的进展的部分 对台湾人民的实质利益的部分 你们可能要做一个检讨 因为未来四年的展望 我想人民不会只是期待这些 为什么我这样讲 我举几个例来讲 TIFA四年了没有开 到底台美的TIFA或者台美FTA要不要谈 问题卡在哪里 在后疫情时代 全球产业链断链重组的状况底下 台美FTA要不要谈 台美FTA要不要谈的情况底下 我们又卡到美猪要不要开放 对不对 这些你们有没有评估 还有这都会严重影响到台湾的产业 还有人民的利益 再来 台立法通过两年 可是美国至今没有派任何现任的内阁国员返台 来访问台湾 所以其实都让人觉得这是口惠 还有 我们捐助了国际宗教自由基金每年20万分5年 我们也捐全球反恐的援助计划 每年50万美元 2017 2018两笔均售534亿元 2019三大军购F16VM1A2新型托式反装甲系统 那飞弹系统总共是2900亿 当然军购是双方的啦 可是我要讲的是说 这一些都是我们在对美关系上面的付出 然后美方也有一些 不管是法案提案这些的动作或者宣言 可是人民可能更期待的是 到底有没有其他更实质有利于台湾人民的 而不是仅止于口头声明或者法案这一些 或者只有在军售上面 因为军售上面我们也没有买的比较便宜啦 然后这个捐助上面我们也没有少捐 所以如果回到实质来看台美关系的时候 我必须很严肃的讲 在这样的状况底下坦白讲我们付出的也不少啦 我们付出也不少啦 那美方虽然公开的比以前更公开的支持我们 可是在实质利益上面我们能不能有所进展 这是未来四点部长你要做的事情喔 否则大家就会停留在很多东西都是口头 很多东西变成说声明法案居多 但是实质的进展不多 所以像台美FTA这种事情 我们部长你认为未来四年会有可能吗 我们正在努力当中 正在努力 那最主要的障碍是什么 我想到现在当然就是疫情的关系 没有办法人跟人直接做下来 那如果从过去到现在在谈的过程 因为我们都知道美猪美牛是中间的一个关键 对 那你认为这一部分有解吗 我相信在确保我们国人的健康 以及遵循国际上面的这些规范 我们是可以找到解决的 在这个川普连任前 美方会不会主动提这样子的谈 这个我没有办法回答 好谢谢 他不确定 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 好谢谢 谢谢 谢谢委员 因为吴部长等会有要工 大约在十点半以前就先行离席 所以先跟各位委员报告一下 现在请陈柏惟委委员 请吴部长 董委员你好 部长辛苦 来的 谢谢你 来我们先看PowerPoint 这是六个总统 我们为中华民国来台湾后 六个总统 这个召集演说 讲到的关键理 你有看到 一段就看出来什么是什么 我先有委员来解答 台 只要看前两个加起来四个里 差不多就知道那是当时的事情 譬如说李总统 要把他变成民主的国家 这个总统 要让台力自由 那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川总统 他就说台湾和国家 这两个很重要 当然不要叫总统 他就台湾和零化很重要 这不仅实际 我要特别强调是说 这是我们第一次把这个 算是我们常常把国家和零化 有的时候零化在头上 有的时候国家在头上 有的时候国家在头上 那有的时候国家变世界 有的时候零化变大力 不管是什么 这次的川总统外交的部分 我们很确定一件事是 国家国家在零化头上 所以也能说 期待说未来外交的这个 这人一定会越来越重 请外交部继续交休 是 道小委员 这个我们看到说 虽然台湾没得到参加 目前还没得到参加WHA 但是有很多人来替我们提案 替我们发言 如果这样 请问部长会知道 如果有外交人替我们发言的时候 除了新闻 外交报自己 有什么方式来给民众了解 包括提案的内容 包括支持我们的国家 包括我们自己的参团 网站还是关注是什么东西 有 其实外交报这里有发信文 比如说 14个邦交国有提案 提案的内容大致上是什么 都有对我来说明 在会议里面有提我们公委这个 我们也透过我们的文宣 让大家来了解 譬如说美国的部长 还是其他国家的部长 在民政公司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就会透过我们外交部的 社交媒体 能够让外面知道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要把东西 让人知道这其实就是透油媒体 媒体不一定是电视媒体 有可能是我们主要的媒体和新媒体 中国对我们台湾的 不管是通诊也好 信号也好 它也是要让我们的心事来撩亂 所以这个媒体的部分 中国对台湾政策叫做虚实并进 所以除了我们实际上实际的 新闻国家的事情有做 我们的网站的选择也很重要 那这里提出一个建议 有一些不够好的地方 参考看看 包括我们看到这个 下一个 我们看到提案的内容和信息 应该要透露到 Live No One Behind 这些网站 或是说近前外交部 成立的这些东西 结果Live No One Behind 我们点到Live Nothing Here 这找不到新闻 有可能是我们不能操作 或是怎么样 但是应该我们看有点点的没什么 委员不好意思 我外交部还有另外一个网页 对啦 我知道了 但是这个网站也没有 有这些资讯 好 跟武汉肺炎相关的 我们都有 对啦 大家找的地方不一样 他找这条路的东西 沒關係 这一部分 好了解 我再来改进 好 那另外呢 去年喔 WHA上青菜 里堆里堆里的辩论 齁 大家都很想要看 除了社交媒体和新闻 看到了 想要点你去看完整影片 结果 哇 影片无字幕 齁 这不是大家都很厉害 这个网页啦 那另外呢 我们还有分类喔 你如果要看什么的 二对二 你如果要看什么的PDF 我们分类 点下一个要求 档案不存在 那一个 德向洋 404档案不存在 网页有问题 这都是可以更加有的地方 好 好 那另外呢 我们有一个国际传播师 其实齁 要说这不是说 要检查还是怎样 但是我要提醒的是 过去我们有可能做得不错 还是做得正常 但是因为 不只是 这个 所谓在中国的外省 有可能帝帝来台湾 在中国的媒体 也有可能帝帝来台湾 而且他们照料 有可能比 上要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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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香港 去年的时候 就有很多媒体想要来 也就是因为一群頭 来太大量 有可能过去的 冠作量没法接起来 到底就有一些 少年朋友 或是说 族秦媒体的记者 在美国的记者 我们在美国 他们对外媒的台湾 到中华民国 我们对外国媒体的台湾 可能不一样 那我们同样 不是说在这一刻 我有请到过去 还有很多传播师 这个 会访 他们主要是说 啊 其实我们都有在做 那我想 这常常 包括我自己也同样 在接受民众 当时 我们都觉得做了很多 但是民众没有万一 那所以呢 希望说除了处理到 我没有 我没有要 那个啦 我说一说就好了 所以 不要紧张 所以 所以这个东西 我想 主要是 我过去 可能我们不了解 但是我想过去的量 有可能是一个 平均 一个平均的量 但现在 这两个 尤其中国的状况 我会发文发意的 我有可能离开中国 第一选到就是来台湾嘛 所以一个来 那两边大空接不来 这要想办法 好 慢慢来改进 增加我们的能量 有缺人也要跟我们说 这样好不好 好 简单给委员回合一下 就是说 国际媒体 如果要来台湾设定 还是要派人来台湾的时候 我要 让委员知道我自己的心态 我的心态就是 越来越多越好 越多越好 让他们的服务 越完整越好 对啦 所以如果有什么 我看点委员可以告诉我 但是我们尽量来做 对啊主要这个外公媒体的比较嘛 我去日本的时候 有早餐有中途 飯店做大衣 啊这个 几点到几分 有什么技巧 那是他们比较 那是他们的心情啦 我也不说他们一定是对的 感謝到他们自己公司的台湾 对啦 但是来台湾 我们能够博物什么东西 我们能够做 对啊所以是不是比较 看看 不一定要做到跟外国一样 我们能够有我们的特色 就像我能够起来传去 那时候感到点了 但是重点是说 我们要让人觉得 我来到台湾 他们有尊重 这是我感觉最重要的事情 我简单给委员报告 就是说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 是 他不是去给中国招牌嘛 对 那我就邀请他们来 那现在已经来台湾了 我心里一定感受到很沉 就是我们台湾对的 有没有太好 包括说隔离的期间 那我们就把那个工作证 就扮好洗好洗 好 隔离之后 要就开始感受 这是个案嘛 那同样这家民的个案 哪有富民的个案嘛 那希望说 这五分我们尽量来改善 我知道 最后呢 我想要说一些 这几个月 包括母安危险 包括这个外国的 这个台湾民众 想要回来 处理这个品质 哪有好的哪有不好的 哪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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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好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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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讀价 哪有這麼大的 对 哪有故رض 冷遲 你看看 心情很不好 那另外呢 這個飛鴻基的事情 某一個國家 我們知道他們找一個辦事處 可能沒辦法解決 立即解決 所以他就找ABC 三個不一樣的國家 想說要為這些飛 要接白人的飛鴻基 頂頂 所以成績最好 又遭遇找補助 我想這對很辛苦的外交人員來說 也是覺得說我做到老幹 給人 責到老爛 但是我想先處理心情 處理俗情 我知道 所以未來在外交 尤其是我們因為 我們從老爛 買老爛 輸到老爛回來的 我們都要處理 所以既然就有這麼多事情要做了 讓人覺得說我們做到很用心 好嗎 好 拜託 繼續發明 我要跟委員說明一下 說有委員 還是有民眾來跟我們說 說在哪裡要回來 沒辦法回來 這讓我們外交 我們都知道 這都要做什麼 所以說如果委員知道 哪裡有人要回來 有出現困難的時候 要怎麼讓我們知道 我們全都來 好 一定沒問題 感謝委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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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吳毅霞委員 請吳毅霞委員好 我們部長早上 早上 部長 是 有2012 你要加聯人 劉仁 辛苦了 謝謝 謝謝委員 可能要打票多高 也不可能不記得 我們海外的招包 謝謝委員 繼續指導 我可以進行後部 也要感謝這次的口罩 可以有一個結論 特別感謝你的協助 我知道海外的僑領 如果說他們真的那麼有心 當然我老婆要盡量來合照 好 是 再來請問部長 是 補助都有看了 我們的駐美代表蕭美琴 要派蕭美琴去 我們駐美代表要請李英元 印度要請徐司檢次長 那英國要請我們的協助 請問喔 請問喔 這名單怎麼還要更改 因為外交部都要怎麼說 這都媒體在補 有的無情屬性 不是嗎 我 這個時間 我們還沒確認 所以等於說 還有 還有變化的空間嗎 不是說有變化的空間 就是有的佈 有的佈就不是確實 但是我不能說 不能說 佈中勾到這樣也不能說 我們要進隔的時候 也是佈中勾到一直看 到後來發現說 很多人是不對的 正方 對 現在要請問部長 是 我們國一國 世界各國都支持我們台灣 加到WHA 它的聲浪今年是很高 可是到最後 我們還是沒有成功 我們沒有成功 是不是因為 美國、日本、加拿大 這些一些歐盟的國家 沒有幫我們提案 那個就是說 美國 為什麼不幫我們 多出一顆肉 它是不是停留在 有口無心 有心要幫忙 但是用嘴說而已 不然用火心 到時候我們被人買到 還要拿人送鈔票 被人買到 沒有 跟委員報道一下 就是說 我們如果要交入 世界衛生組織做觀察院 有幾個方式 第一個方式 就是說 讓世界衛生組織的 秘書長 幹事長 可以發瀚來 邀請我們台灣 他如果發瀚來 我們就要去 這是一種方式 第二種方式 就是說我們有 政策的提案 提到世界衛生組織來 去世界衛生台會來去討論 近年 因為武漢肺炎的疫情 所以這個時間已經 壓縮到很多 18號營養 開會 19號就改割了 所以沒有時間來討論 那就是視訊會議而已 就視訊會議而已 因為他們 恢復到正常的這個會議 恢復到正常會議的時候 我們台灣的這個提案 又會端出來了 這樣齁 你請問 請問保長 如果提到正式會議的時候 我們有多少票 我們可以講 多少票 要替我們講話 替我們講話 會掌握到幾個 我想這次 他的視訊會議 這個過程當中 大家都有感受到 總共有 29、30個國家 有 真正強 宿便的方式 來支持我們 在那會議裡面 有直接 還是感受 來 拿到我們台灣 或是說 Leave No One Behind 到底最不能留一個公佩 這都有很多國家 如果這個聲音 繼續控制的時候 我相信世界衛生組織 不可以忽略台灣存在的屬性 有 有149個國家 都支持獨立調查 新冠會員的來源 是 有可能這149個國家 有多少個國家 會給我們聽呢 這我沒辦法確定 因為那是另外一個議題 對 這樣喔 我是希望說 我們可以盡量 可以講 我們到底有多少好朋友 可以多少 多少人可以聽來 因為我們這次是最好的機會 我們這次做到整個好 我們的防禦做到整個好 經驗 還沒辦法進去 醫療的機會 也有了 所以這次 可以盡量盡量 就是最好的 委員關心的就是 我們外交部落在的目標 就是說 我們越來越多的朋友 可以支持我們台灣的時候 我們台灣的力量 就更大 我們外交部 就是要繼續打招 再來 WHO 這個川普總統 他有跟 WHO的秘書長經過 他 未來30天來 如果 他們這個單位 如果不跳脫 中共大陸的掌控 他沒有獨立的話 他有可能第一 終止他的資助 不再提供資源 第二 也有可能要重新考慮 他的會員資格 我要請問保庁 如果他如果要提出 提出這個WHO 我們還要繼續進行 美國的考慮 考慮就沒有了 我們還要繼續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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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台灣來說 就是說我們要接受到最新的資訊 還是說需要到30天的事 有人來幫我們到30天 目前就是只有世界衛生組織而已 所以這部分我們絕對不能放棄 如果說再來有什麼新的變化 當然我們要去平國 新的變化 對我們台灣來說 有什麼利益 如果說可以來參與 還是可以來做什麼事情 做什麼合作 當然不會放棄我們的機會 這次 這次大陸 因為這個疫情 對世界所譴責 對不對 他說要拿20億 兩年來 要拿20億來支持現在疫情嚴重的國家 這個疫情嚴重的國家當然也包括我們的邦交國 對不對 如果這些錢 如果扎向 不是全部 所以部分扎向我們的邦交國 這邊我們的邦交國 是不是要 也是要再加強 我們會 改變嗎 當今 動機員跟他拚 會不會 不會 我們對話說的 都說得很清楚 就是不會跟中國進行進行進行外交 不是跟東 對 譬如說那個委員很關心思法定義 對斯瓦蒂尼來講 我們幫他建立了這個 防疫的這個防線 那他們也是非常的感謝 那接下來如果說在經濟的復甦上面 需要幫助的話 當然我們會實際去檢視說 在哪一方面需要去幫助 可以 讓他獲得最好的這個成果 目前我們跟斯瓦蒂尼的關係是 絕對非常 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我相信委員對他 很了解 斯瓦蒂尼最近有一個消息 到消息 不是說消息 要確認這個消息 那些留學生 去幫他打入 變成這個淪圍 兩棟肌肉公 這是不是影響到我們的房子 這是兩位書 但是我想說 房子的關係 我們要很小心 我知道 這不可以讓他操作 剛才委員說的 這是兩年前的事 兩年前我了解 這是處理 這兩年學生還去投訴 但是我們兩年前的事 我提出要說 好 再來我要請問保長 是 你有開會 我們就說 C區我們的友邦會會更多 今後 你那一天 那不是WHO沒有邀請我們 他說 你跟陳部長有開會譴責 然後呢 你 會議中你提到 支持我們的友邦會更多 那我想請問一下 保長 我們怎麼真的有信心 跟委員說 就是說 對爭取 國際社會上支持我們台灣的朋友 我是很有信心 以這一次的這個世界衛生組織 這個虛擬會議來講 我們所爭取到支持台灣的這個已經是空前了 我相信接下來還會有更多 最主要的就是說 我們台灣的貢獻 被國際社會上面看到 我們台灣防疫的能力 也被國際社會上面看到了 我們台灣的這個經驗 是有很多國際社會上面可以學習的 我相信是會有越來越多支持台灣的 是不是因為 現在還要來接這個印度的代表 要接天日本代表 這個要做的主席 委員主席 是不是因為這個印度的這個 對大陸跟大陸不太接 不太接 我沒辦法猜測 所以我們是不是比較有機會 我沒辦法猜測 我沒辦法猜測 其實你看 我們擺檔超前 我們預測未來 超前部署 對不對 這是最簡單的 如果不確定的事情 我沒辦法猜測 其實你看日本 日本也對我們很好 對啊 日本對我們不錯 但是我是在說 因為日本他的話以前 那個秘書長已經沒辦法了 現在如果說印度 印度人還起來的時候 是不是他可以更換 因為這個秘書長 這個幹事長也會換 印度是不是他可以找一個 對我們比較好的人 這樣 對大陸比較壞 我用一個非常diplomatic的方向 來給委員回答 就是說我們會密切觀察 我們一定要多多留意 我們要超前部署 這是最重要的 好 謝謝 謝謝部長 最後一個問題 我只有一個問題 拜託 補長請我請 我請衛福部的 我請教一下衛福部 再一個禮拜 再一個禮拜 這些外國留學生都要回來了 那我們有沒有什麼樣的規劃 SOP 譬如說他們的防護衣 要怎麼拿到 他們要回來了 現在外面我們差不多有 之前有七萬個留學生 現在可能還有五萬個在國外 那假期已經到了 假期已經到了 假期都到了 這些孩子要回來了 有沒有一個SOP 讓他們說 我的防護衣在哪裡拿 我的什麼這些 一些防護罩什麼 免得他們在飛機上 做的 比較安全 比較不會去感染到 有沒有這種規劃 我跟委員報告 其實這個事情 不是現在才有一個時候 是 我有說 在外館配置 有需要留學生 或是台灣的一些 住外的一些工作人員 可以去外館 我們可以當在網站上 讓家長去上網去查 或是學生自己上網去查 我在哪裡買 或是我在哪裡領取 這樣子他們會比較安心 因為主要是國外的一些交通的條件 所以 喬委會和外交部 其實都有在到三港處理這個事情 現在我們可以馬上篩檢 因為過去我們說篩檢不夠 現在篩檢的能力有多少 現在禮拜是說有症狀 機場可以馬上篩檢 有症狀的我們就把它裁檢 現在是這樣 因為禮拜都要 有症狀 有時候有症狀 因為其他的 很多都是允性的 沒有症狀 你不可以篩檢 因為都要 居家檢疫14天 我們是希望說如果可以的話 只要入境國門的人 就拜託他們 拜託你這樣 幫他們篩檢一下 這樣大家都安全 顧他們的安全 也顧我們國內的安全 對不對 不過你當天檢查 不代表說 是 沒有檢查後 還要回家 還要14天 是說趕快 先預設趕快 不要等到說回家14天以後 然後又 看那時候 看那時候 國安保護說 小孩 戴不住 趴趴走 14天國安保護 已經感染出來了 沒有啦 我們現在很嚴密的健康 謝謝 我們要超前部署 好 謝謝主席 謝謝 我們請 呂一齡旅委員 謝謝主席 請吳部長和次長 好我們請 吳部長和次長 委員好 委員好 部長 次長 我們知道 我們為了WHA非常努力 也很可惜啦 我們最後還是沒有接到邀請 但是我們在國際上的能見度 也大大的提升 也辛苦了我們第一線的 所有的工作人員 那我們也看到 你在報告裡面特別講到 有22個國家幫我們發言 還有14個國家幫我們提案 43個國家的政要 也幫我們發言了 這個就等於是空前的 強勁的一個宣傳 一個支持 但是 很可惜的 就是在大會的主席啊 直接就把它擱置下來 以前的話 會在大會裡面 否決 或者二對二的這個辯論 再來否決 這一次被擱置 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的努力當中 我們有沒有看到 擱置的原因 有沒有因為說 美國的大選 大概在11月 那我們擱置 要擱置到 等他附會 有實際的實體的會議的時候 再來處理 這是什麼原因 跟委員報告一下 就是這一次的那個 虛擬會議 那個時間很長 就是不到一天 那個整整一天的這個時間 所以我們跟那個 這些理念相近國家 和友邦有做了很深入的這個討論 那大家都覺得說 如果我們今年強力去推 結果可能今年的這個虛擬會議 只會討論到我們台灣的這個議題 而且到最後不一定會有這個結果 那因為今年大家所關心的就是COVID-19的這個議題 讓大家沒有辦法去討論COVID-19的這個議題 反而我們台灣會被大家指責說 我們台灣做的可能不夠負責任 也因此我們跟這些理念相近國家 和友邦討論之後 對我們最好的就是把我們台灣的這個議題 移到那個秋天復會之後 所以這個對我們有利 這個對我們有利 這個各自在處理對我們有利 這個對我們一定有利 其實我們還要繼續努力 對而且我們還可以繼續擴張我們的朋友圈 有機會再用更強勁的方式 來做一個大外宣 對沒有錯 是 那這個就不會說是因為大陸的政治操控的問題吧 還是美國大選的問題都沒有 都跟這些基本上是無關 跟中國可能有一點點關係 就是說中國是拼命在擋 這是一點都沒有錯 但是我們覺得說 這些理念相近國家和我們的友邦他們的這個態度 和支持我們的這個最主要的這個關鍵 當然就是說我們能夠跟他們一起來合作 讓他們覺得說我們台灣是一個負責任的 所以跟他們討論之後 我們才做成這個結果 是好謝謝 那我要請教衛福部 和市長 這次非常認真的用哈嘎發 在做我們的防疫的宣傳的影片 尤其是這次我們的防疫 在這大宣傳當中 全體國民的表現都讓全世界看到 所以也有助於我們外交的一個宣傳 所以我們也給衛福部所有前線的防疫的工作人員 這個辛苦了 可以肯定跟鼓勵 那我們最重要是像我們部長剛剛講的到11月份 我們還有努力的空間 那我們有沒有在我們這個醫療上 或者是在我們的整個國際的這個 開這個醫療的這個討論會的時候 可以我們再做宣傳 我們衛福部有沒有做這方面的規劃 比如說我們的疫苗啦 或者是我們的醫療的技術啊 防疫的這個分享給全世界 我們有沒有努力在做這方面的規劃 跟委員報告是我們幾件事情 這次很多的國家或很多的媒體都來探討說 我們到底防疫上面重要的決策是怎麼進行 所以我們部裡面大概在兩個禮拜之前 就已經請各個單位 把過去從1月到現在所有的防疫的資料 整理起來 而且用網站的方式 也就是說 用視訊 一個時間點 不是我們弄一個APP類似的概念 一個時間點 我點到這個地方是幾月幾號 台灣的疫情怎麼樣 國際的疫情怎麼樣 我們為什麼會下這個決策 然後後面有背後的說明 包括甚至我們健保當時是怎麼樣去建置 包括我們的所有的肝癌症防治網怎麼建置 所以從決策點跟我們的基礎都一併的介紹 我看到是我們5月15號就已經有辦一場了嘛 對那個是跟14個國家的 但是我們希望變成有一個比較視覺 所以多辦幾場啦 韓國已經辦了5場了啦 所以我希望我們都辦幾場 來做一些宣傳 不管是美國歐美國家 甚至印太區域的國家 我們都來做個大宣傳 來幫助我們這11月 附會的時候我們來爭取 不是只有15號那一場 其實我們跟很多的國家 包括15個國家 30場都辦過了 只是那個不是說那麼大規模的 所以一直都有互動 所以多跟外交部來配合 一起來做宣傳 一定我們來努力 那部長 現在我們也要回溯到剛剛所講的問題 是 WHO這麼多的政要 國會議員都幫我們發聲了 而且說這個是空前超強的一個力道 我們是不是要掌握這個力道 好好的來做這個外交 尤其是他們既然發生了 未來我們附會之後啊 這個14個國家幫我們提案 那這些國家發聲的國家 也會繼續來支持我們嗎 我們當然是這樣子希望 而且不只是目前既有的 我們是覺得說目前既有的 這個會是一個基礎 那我們基礎當然是往上堆疊 而且他們在理念上都跟我們相信 也支持我們 所以我們是不是要掌握 把握支持的機會 他們這麼支持 對我們這麼熱情的話 我們要找回我們一些的邦交國家 這個我們會盡量來努力 那為邦交國家努力 增加邦交國家 尤其支持我們的表現這麼好 國際都給予肯定了 所以我們有機會啊 增加邦交國家 我們盡量來努力 但是有些事情不方便在公開的場合來說的 我還是最好不要說這樣子 這些都是屬於具體的一個行動 對不對 那我們看到總統 蔡總統在昨天就職典禮上 講了很多不管是產業 不管是外交 國防 民生 通通都說了 但是我覺得還不夠具體的部分 就是我們的目標 剛剛提到了 我們的目標不只是增加邦交國家 因為這一次在整個國際 包括我們的政要 還有國際社會 包括國際的媒體 都這麼肯定也幫我們做宣傳 我們應該要有什麼具體的方向 我們外交部有什麼 針對於外交方面 有沒有具體的一個行動跟目標嗎 我想這一次的總統的這個就職演說裡面在外交的部分 就是提到在過去這段時間 我們台灣在國際社會上面的這個貢獻 那也因為貢獻受到國際社會的肯定 那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的這個方向 大致的方向 是一個正確的這個方向 那我們會就這個正確的方向上面 繼續來努力 那未來這幾年 我們會持續的在國際社會上面 讓大家看到 我們台灣是一個貢獻者 我們台灣是一個民主成功的一個故事 我們台灣是一個可信賴的夥伴 我們台灣也是世界的一個良善的力量 那我相信我們台灣如果有越來越多的國家 認可我們台灣是這樣子的話 我相信我們要參加其他的國家 國際組織或者是說在國際社會上面 會有更多支持台灣的人 那我想這個應該是 那個可以預期的啦 是我們在國際上的能見度是夠了 這麼多國家全球都在對我們稱讚 但是我們要有話語權 所以我們要更加的努力 設定這個國際我們的具體的目標 尤其是美日歐洲這個國家 我們有一些協議 包括就是貿易跟我們投資的保定協議 還有我們台美更融洽 美國的這個夥伴關係 這就是我們具體的目標 我希望外交部要繼續努力 我們會繼續努力 非常謝謝 我知道委員都一直支持外交的這個工作 那這個支持的工作就是我們外交部全力來奮鬥的一個最大的功力 要把握支持的契機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李委員 請王帝委員 因為吳部長有公務在身 所以先請離席 我們請次長 請 好 謝謝主席 我們先請外交部次長 請 謝次長 我先請教一個問題是比較及時的 我們現在邦交國裡面好像唯獨教廷國還沒有發總統就任賀電 那歐洲司是不是有報告相關的原因跟理由 跟委員報告那個 那個 教廷有賀電 他在5月19號的時候 在 由那個教廷的駐台 駐台的代辦 親自寫了封信 轉達了教中國的賀電 所以賀電是5月19號有發出來 5月19號以前 那你們低聲公佈的國家裡面沒有他 對 有補上嗎 有 OK好 有來就好 否則 教廷國事實上一直是 中共跟我們攻防的重點國家之一 是我們都密切注意 好 接下來我先請問一下 我們包含我們那個何次長 就是說我們在這一次參加世界衛生大會 當然 這一次我相信不分朝野 我剛才聽到好幾個在野黨委員也肯定這一次的表現 大概是防疫的優良表現 然後讓世界肯定 這一次聲援台灣的主要都是各國 跟以往國會或者民意機關不一樣 這一次大概行政部門的比例 佔得相當高 那當然這一次是online的會議 很難進行比較繁複的討論或辯論 所以你看喔 在歐盟有提出說 5月18號這個會呢 不要讓WHO陷入一個難堪的外交戰 所以考慮延後到秋天再提出來 所以歐盟是支持 但希望秋天來討論 那那一天大會主席巴哈馬的這個 有一個貝恩 他說 這一個14個會員國的提案呢 他也留待今年稍晚 復會的時候來處理 這大概是這兩天發展的局勢 我這邊就有一個問題 年底WHO會召開世界衛生大會嗎 如果沒有怎麼辦 我覺得他們有這樣子規劃 而且已經是納入這個會議紀錄 我到目前為止我看到很多都是在談某件事情 就提說秋天 否則就提年底復會 或者說年底有會 我還沒有看到世界衛生組織 專門針對這個 因為疫情 5月18號的實體會議改成線上會議之後 在年底有復會的計畫 目前為止就你們掌握 世衛組織年底復會 有提出任何的計畫 草案說明提議嗎 目前還沒有 但是我們密切注意 而且我們是認為 在世界衛生大會的這個虛擬會議裡面 都做出這樣的決定 其他所有的會員國也不會容許 所以將來會特殊特殊的會議 他們年底召開的會議 必須是他們執委會要召開嗎 就是整個不是年底召開 是說現在這一屆的衛生大會 還要再另外復會另外去討論 所以他們認為518這個不算 是同一個會期的會議 的延續 對 所以你們認為年底會 不是我們會密切注意 因為這個是 這個要小心喔 我真的講真的 因為國際的熱度 我們當然希望對台灣的支持 我們這次要感謝很多醫療 或者相關的這次防疫的人員 讓世界看見台灣 我們這次是用實力 而不是減損主權掛在中國向下 這個差別很大 但是如果這個熱度 沒辦法延續到年底或明年的話 那我們覺得會有點可惜 因為外交是要累積的 雖然有些人認為說這一次叫做一事無成 我覺得這樣判斷外交是錯的 外交是累積的 這一次外交人員 或者我們的公衛人員 創造出來的這個累積的條件 其實是破紀錄的好 雖然沒有達到目的 但是這個累積的過程很重要 我可以補充一下 我認為說這個 這個我們今年的申請 希望能夠參與 雖然沒有受邀這個 我們已經抗議了 我們也會持續的努力 但是這個延會的這個本身 其實我們不要光是延會本身有它的戰略意義 我們可以再持續在今年 現在已經build up起來的 這麼大的這個強國際資源 我希望外交部或者衛福部 針對延會這個事情 你要有策略要有目標 要運作的方式 這個我們到時候 下會期招委可以來排 請您做這策略 我們該怎麼討論就討論 而且這一次的會議裡面 其實整體發生的聲量也是非常 我還有下一個命題 下一個命題就是 那美國川普總統發了一個公開信 其實以一個總統發了公開函 大概已經是相當 就是做了一個決策了 30天內 社會組織若不改革 他就要不捐錢 就要退出 當然美國怎麼做決策 但是他們國家有他們國家利益 我們尊重 我現在問的是 我們衛福部跟我們外交部 就 就美國的決定 會不會影響我們申請 爭取參加世衛的方法或目標 如果美國退出了 跟委員報告我們 我們是不會放棄我們的目標 整體國際參與 我們中華民國台灣參加世衛組織的目標 努力的目標不會因為美國的決策有所改變 我們不會放棄 因為這個是我們持續我們國人的希望 而且這個是也是 我們整體國際參與的必須 那策略上應該會變 因為如果美國退出的話 策略方法會變嗎 會做調整 我再確認一次 美國總統寫的信函 表達的態度 那是他們國家的內政 我們尊重 好朋友也要尊重他國內政 但是美國政府是否存續在世界衛生組織 會不會影響我國繼續爭取參加世衛這個目標 會還是不會 不會 衛福部應該一樣也是不會 好 那接下來我們先請外交部回座 我要問次長 這個事情跟你們有關係 你知道今天早上剛剛的事情 國台辦發了一個文 那那個文呢就說陳時中 專門說謊 陳時中這一個隱瞞疫情 我再講一次 國台辦就正式發了一個文 說我們衛福部部長 這一個全世界各國公認防疫的鐵人部長 國內的聲望這麼高的部長 結果他們發個函說 隱瞞疫情 他講陳時中隱瞞疫情喔 他不是講武漢喔 他講陳時中 說專門說謊 就衛福部次長的身份 你的態度是什麼 我們會嚴正的抗疫 因為我們這次防疫的成功 就是因為每天都有公開透明 相關的疫情報告跟決策的過程 讓所有的民眾凝聚在一起一起防疫 國台辦這樣講你們除了嚴正抗疫以外 還有沒有別的話 這個真正說謊的人其實就是他們自己 不是我們 你應該覺得要笑 對啊 第一個 先請中共那邊國台辦喔 不要把外國媒體趕出中國啦 再來說人家隱瞞或說謊 第二個 開記者會 學陳時中 讓人家問到滿問到飽 再來說人家隱瞞或說謊 第三個 讓人家進去調查一下他的數據 再來說人家隱瞞或說謊 為什麼他要這樣罵我們台灣的衛福部長 因為台灣被認為不是防疫成功而已喔 是民主國家用資訊透明 Transparency來成功的防疫 這一點剛好打了他們的臉 他們認為獨裁國家比較有效率 獨裁國家隱瞞數據 可他們比較有效率 可台灣的存在如芒刺在背 我跟委員說明喔 我常跟很多朋友都說啦 在台灣你只要看記者會 看我們的媒體就可以得到正確的訊息 在中國你反而要去Social Media 在網路上才看得到真正的訊息 那還要在他們刪掉之前 他們屏蔽之前 所以有關國台辦喔 直接指控我們陳時中部長這個事情 我覺得你們不只是嚴正的抗議 我覺得態度 我們當然尊重的回答他 但是態度 今天下午兩點的記者會應該會有所回應 我是怕你們部長脾氣太好了 放了放了就過了 國台辦如果敢說他是說謊第二名 全世界沒有人敢講第一名了 我接下來要借一分鐘問這個問題 因為我看到陳時中部長 提了大概這個大意是這樣 WHO尤其譚德塞他們 跟中共相互取暖 他要取暖他的事情 可是如果隱匿第二波疫情 我們就要擔心了嘛 現在中國的 哈爾濱啦黑龍江啦 吉林甚至於武漢 武漢一千一百萬人全面篩檢 其實是變相的封城 所以擔心再一波的疫情 而再一波疫情就影響到我們邊境的開放 還有我們邊境我們防疫的安全 就陳部長提這一個 WHO跟中共相互取暖 很害怕隱匿的第二波 就表示他第一波有隱匿嘛 這個大概世界現在在調查了 我們衛福部對這事情有什麼說法 基本上我們其實是密切的注意所有 包括我們剛開始警惕的一些網路上面的訊息 或者其他的一些蛛絲馬跡 那至於要不要開放 我們目前只針對說他防疫訊息透明 我們老朋友我不為難你了 我簡單問 得到答案我就結束我的尋答 你們認為中國的現況 有沒有新一波的疫情 有 有 有證據還是感覺 事實上是有啊 因為他們自己只要報十個 我們就猜後面還有大概好幾倍的 所以我們中華民國衛福部認為 中國現在有新的疫情 第二個 你認為他們有沒有在隱匿 或者數據真不真實 他們數據一向都是被世界各國 都是認為不是呈現的全貌 所以我們要小心 是 好 謝謝 請陳以信委員 謝謝主席 我們請謝次長 請謝次長 委員好 次長好 聽說你要去英國 爆派 爆派 所以你不去 爆派 就是 我們在現在這個工作上 還是持續的 持續的 用心啦 所以 所以沒有要去的關係 所以沒有要去的關係 有要去還是沒有要去 不是 這個是還在報導嘛 有可能 我也是看到報導 如果你去的話 會不會好好做 我在哪裡 我想 我一定會在哪裡都好好做 英國我很熟 這是很重要的地方 是 我們很多案子在那個地方還在進行 是 所以希望你去的話能夠 接下這個林前部長 林大使的擔子 他這幾年在那邊也做得很好 我想我們大家都有目共睹 對不對 所以這英國這個地方 期待你去 能夠好好的發揮 連個謝謝都沒有 我正在思考 思考這個委員這個話裡面 我非常感謝委員對外交部 在過去 還有包括特別林大使 在我們台英雙面關係裡面 這個貢獻了 我自己在這個次長的任內 我們基本上 英國的業務也是我的執掌範圍裡面 我們歐洲司 跟這個朱英代表處之間 努力都非常的順暢 那特別我完全贊成委員說 肯定林大使 在朱英代表處 從開始到現在一切的這個貢獻 好 希望那邊有發揮 美國這一次 我們昨天520 蔡總統就任 那他這次賀電 我們看到的是美國國務卿 發出來 對不對 好 那請問一下 這次美國發出賀電 他的成績有沒有比過往來的高 賀電應該是首度最高 就職 就職 對 跟委員報告 就職來說這是最高的 就職是最高 好 所以上一次 上一次發賀電是美國國務院發言人 對不對 發言人 所以我們這一次是比4年前要高 成績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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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第一次由美國國務卿發嘛 對不對 所以昨天 外交部也表示說 這是美國國務卿首次對我們總統就職發賀電 意義重大 對不對 這點我承認 我請問喔 這個發賀電成績有沒有比過往 前前任總統的成績要來的高 有沒有 這應該是 我們認為是最近這一段時間這幾年來最高的 有沒有比2012年馬總統聯任的時候高 這個 就是當選的 我們指的是就職 當選的部分 對 這個 這個部分我可不可以請北北市市長 有還是沒有 好好 楊市長 來 老朋友 法委員 我們事實上 昨天的聲明是說 總統就職而言 美方的 制賀的公開發表聲明 制賀是成績最高 你也不要只說就職啦 當選也算嘛 對不對 所以說 來來來 2012年 美國對我們的賀電是哪一個成績發出來的 2012年馬總統當選的時候 美國是由白宮新聞秘書來發布歐巴馬總統的祝賀聲明 所以是歐巴馬總統的祝賀聲明 那2008年呢 2008年 也是美國白宮新聞秘書發布小布希總統祝賀聲明 是小布希總統的聲明 來那我們再不要只講馬總統時期了 陳水扁時期呢 陳水扁總統時期2004年 他總統連任 當時台美關係降到谷底 因為公投榜大選 然後之前也發生了這個小布希總統跟大陸 這個國家主席溫家寶 然後呢對於陳前總統 有很多這個嚴厲的指責 但是陳前總統他連任之後 美國發的賀電是誰發的呢 報委員是白宮新聞秘書發的祝賀聲明 然後他講說是誰的賀電呢 並沒有特別說是誰的賀電 陳前總統自己說是收到小布希總統的賀電有還沒有 這個我不清楚 你不清楚 那你要回去查咯 這個都是公開的資訊 現在大家Google就可以看得到咯 陳前總統當時自己 公開的資訊是美國白宮新聞秘書發布的祝賀聲明 來這裡 我這邊有給你看 來 陳總統在台北縣舉辦的520救治晚會 表示已經接獲美國布希總統賀寒 這假訊息嗎 這部分如果是私下的賀寒 這我們沒有辦法 總統接到的叫私下的賀寒 外交部現在表示說2004年我們沒有接到美國總統的賀寒 陳前總統當時說的是假訊息 報委員 有關賀寒的事很多都是沒有公開 所以我們也不是 所以這句話 連外交部都不知道 不能夠幫陳前總統背書就對了 報委員 這部分我沒有辦法幫陳前總統來背書 好 那我們把這個東西送假訊息去查查看 但是我要告訴你 事實上台北關係歷經這麼多年的發展 我們跟總統不管是就職 不管是當選 美方對我們的賀店其實都有一定的規模 都有一定的規格 這一次我們當然看到美國國務卿 以這個角色來對我們發出祝賀 我們還是感謝他 但是這不代表我們的成績是歷來最高 所以希望貴部不要在這上面造成一些錯誤的一種訊息 給外界有一些錯誤的期待 市長請回謝謝你 再來我跟他請教一下 現在 這一個四年 台美之間最重要的議題其實是 經貿議題是其中之一對不對 是 剛才部長在回答我們江啟臣江主席的也談到了 那今年這四年 蔡總統第二任 台美之間的FTA 台日之間的FTA 台歐之間的FTA 有沒有可能持續的來推動 有沒有可能會有進一步的成果 跟委員報告 我想這個是一定會持續的加強的推動 那個不論是雙邊的FTA 或者是區域性的CPTPP 那當然每一個案子都有它的挑戰性 那我想我們一定會繼續的去努力 那尤其是台美之間FTA 這個部分我相信會這個 我們就來鎖定台美 TIFA已經停了快四年了 三年半了對不對 對 今年有沒有可能先復談 今天我們在努力 我們會 我們在努力當中 所以你沒有把握 當然我們那個挑戰性是在於說 現在因為疫情的這個干擾了 所以雙方的那個 雙方的線上會議都在進行 姚市長你們辦很多這個 防疫的會議都在進行 對不對 所以防疫不是理由 TIFA能不能復談 關鍵不在這邊 不要拿這個當藉口 這不是藉口 但我們會務實的持續 跟委員保證 我們持續的會對美方去提 看看能不能盡速的恢復TIFA的這個 TIFA沒有復談 FTA根本不要想要談 這是很清楚的 然後再來就FTA 今年台北法案 就是眾議院台北法案 送進去的時候 有沒有FTA 這三個字 沒有 跟委員報告沒有 台北法案裡面沒有提到FTA 來 好來 怎麼會沒有咧 你看 送進去眾議院的時候版本 你看他中間寫什麼 好 with the goal of entering into a free trade agreement 送進去的版本 這個是送進去的版本 通過了沒有 通過了沒有 右邊是出來的版本 是 出來的版本 這個FTA還有沒有在那邊 沒有 出來為什麼沒有 好 請那個姚師長來說明中間這個寫商的過程 還有出來我再提醒你 進去有FTA出來沒有FTA 而且進去的時候你看第一點 他後面還加了一個什麼 他特別要講台灣是一個 Key Destination for United States Agricultural Exports 特別加上這句 好來 請你告訴我 為什麼進去出來沒有FTA 而且還加上了這個 美國農產品的出口 報告委員 這個轉折是因為 參院的版本 提出來的時候當然是有提FTA 眾院的最初版本 提出來的時候 也有FTA 可是呢 眾院的 這是外委會提出來的 對 但是簽署 有關 美國跟其他國家簽署 FTA的這個職權 是屬於眾院的稅計委員會 的管理 這我知道 所以我才會說出來沒有了 但是 但是稅計委員會它是 在他們通過的 任何決議裡面 跟其他國家FTA有關 他們都不願意提 任何這個FTA的字 所以 外委會尊重稅計委員會的 這個 意見 所以把 這個 文 相關文字改掉 那農產品出口放進去為什麼 他特別要強調說我們是美國農產 為什麼要特別強調這一點 這是對台灣的一個友好支持 因為去年正好也是我們的農 對台灣的友好支持 所以要我們擴大對他們的農產品進口 因為我們去年本來就有推動擴大對美國農產品進口 我們去年有派了一個農訪團到美國去訪問 好 我想時間也到了 但這個地方就關鍵 有沒有 進去有FTA 出來沒有FTA 這是一個警訊 進去沒有談農產品的出口到台灣 出來就談農產品出口到台灣 每豬每牛就是關鍵所在 TVA沒有辦法復談 FTA也不要談 關鍵都在這個地方 希望你們能夠好好的去突破 好不好 今天直運到這邊 謝謝委員 在馬文俊委員執行完畢 我們進行先處理臨時提案 之後我們就休息五分鐘 請馬文俊委員 謝謝主席 麻煩請次長 請謝謝次長 謝謝您 lawyers 事長今天大概大家對WHA的參與 有些委員大概也有做了一些詢問 是 不過 像昨天我 handic人剛過 我們外交部針對美國國務卿龐貝歐發表蔡總統祝賀聲明的時候 有表示這是美國國務卿首次發表聲明祝賀我國總統就職 具備重大的意義而且充分彰顯美國對台美關係的重視 對台灣民主的鼎立支持也反映台美關係的高度互信友好 不過我們當然也希望在很多國家會尤其是美國 是我們一直以來非常重要的一個友好的一個盟邦 所以在這裡我想請教一下馬總統時代美方有什麼樣的層級 對馬總統的當選有發表賀文 外交部應該有記錄嗎 有是跟委員報告馬總統在2008年第一次當選的時候 是美國白宮新聞秘書所發布小布希總統的祝賀聲明 在2012年的時候也是由美國白宮新聞秘書發布歐巴馬總統的祝賀聲明 所以其實小布希總統跟歐巴馬兩位總統其實他們也都有發表賀文嘛 其實一直以來我們雙邊的友好關係我們一直希望不是因為那些政黨 而是因為在國家的利益考量之上 只要他們對我們有更多的支持我們都非常非常的高興 那這一次我們感覺起來這像是大內宣 不過我們很希望外交部最重要的是要講求務實 因為今天我們雙邊的關係你在友好 可是對我們國家實質的利益到底有什麼樣的幫助 這是我們更應該要重視的 所以不要讓大家我們的人民有一個錯誤的印象 這是我們特別要提出來的 針對外交部所提報的資料內容來看 在這一次我們參加支持我們參加WHO的 除了我們14個邦交國以外我們說是全雷達嘛 那還包括美日加澳紐英德歐盟等30個國家都公開表達支持 所以可是另外也有美日英法德加澳大利亞還有紐西蘭跟捷克 總共有9個國家直接都提到我們 甚至美國還特別發表遺憾的聲明 這個看起來好像對我們也有很大很大的一個助力 可是我想要請教一下 最後我們在大會針對是否研議同意我們以觀察員的身份 參與WHO 在最後沒有任何國家的意義下 其實一致同意把這個年底復會時再行討論這個提案 我們也同意我們的邦交國這麼做 為什麼 跟委員報告 第一點先跟委員說明就是說 現在這一次的視訊會議本身只是第一個階段 這一屆的衛生大會後面還會有會議 所以我們的案子在同意之後 這個網後延並不影響 我們這個案子會說會受到這個 說不能處理啊什麼 我們會確保在這段實驗裡面 它不僅是會被處理 而且會是一個平台 我們持續去累積 國際上對我們的支持 那至於這一次的那個往後延 是因為這一次的這個視訊會議時間非常非常的短暫 而且在技術面上面對WHO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它同時跨很多的時區 所以在每一個會議裡面 他們都希望能夠精準的這個有效的 我們幫他們考慮太多了 不是不是 今天如果美國這麼強力的支持我們 今天有這麼多的友邦支持我們 今天有這麼的國家支持我們 現在是最好的時刻 如果他們可以參與討論 今天我們不能直接就同意我們的邦交國 他們都無意義的就把它往後延 如果還有一些至少這些邦交國 還幫我們堅持應該要納入討論 他到最後被不被接受 那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我們主動退縮了 我們讓我們的邦交國還有所有支持的 我們同意他往後延 我們不知道到底會不會 可是我們錯失了最好的這個時機 因為我們一直對外認為說我們的防疫措施做得非常好 也是我們全球的模範生 我們在這麼好的這麼多的國家 然後全雷打所有的邦交國 都同意提案支持的情況之下 我們居然自己退縮了 到時候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參與那怎麼辦 現在我們沒有一鼓作氣 我覺得這是我們自己一個很大的失誤 所以其實我們沒有必要替他想 那他有沒有困難也是他的事 我們應該 我一直強調著 因為你做了這麼多的大外宣 你做了那麼多的口罩 我們全體國人犧牲很多我們可能可以有的權益 我們做了其他的口罩外交 我們沒有堅持我們自己的立場 這是外交部應該要去深切檢討的 這是我想要講的 因為這一次在這個疫情過後 其實他會加速很多的政治分裂 還有供應鏈的分裂 還有國際組織的分裂 這些我們都可以看到 因為外交部的立場 我們還是剛剛我們一直強調 從過去到現在 還有這次疫情發生的當下 還有未來可能疫情過後 他的整個世界局勢的改變 我們都希望外交部是站在國家利益 還有全面性的考量 讓我們全體國人 或者我們必須要把我們的外交處境 其實應該要很客觀 非常完整的 讓我們的領導人非常清楚 當然也讓國人非常清楚 因為有時候才不至於做出錯誤的決策 或者大家會有錯誤的可能國際認知等等 委員可不可以說明 今天 哪一個部分 就是剛才您對於外交部的這個指證 或者是這個提醒 其實我們是認為第一 我們今年沒有辦法能夠參與世界衛生黨員 我們持續的會努力 第二 我們每年都在努力 這個我們都知道 友邦的提案的這個決定 可是你錯過 友邦的這個提案的決定 是 林立相信國家跟友邦 整體上跟大家協商的一個結果 那事實上這個案子也在整個會期裡面 會持續的 在這個今年秋天復會的時候 那是他們協商的結果 可是我一直強調 外交部的立場應該一鼓作氣 因為你好不容易讓這麼多人 因為 就是因為我們防疫的成果 不是嗎 今天我們協助了這麼多的國家 他們願意理念相同也好 我們的友邦也好 我們的邦交國 其實他們願意你應該在這個時間點 讓他們提出來討論 不管他會不會通過 外交部竟然同意他往後延 我現在說的不是其他國家的立場 而是外交部的立場 我國的立場 因為我們應該要堅持的 現在我想要提醒的 就是整個外交的處境 其實從這一次的狀況看起來 大家雖然對我們已經有改觀 或者甚至對我們友好 可是不代表你可以改變 各國的國家利益 國際的現實 外交處境 其實我們同樣面臨的困境 其實還是一樣的 這個最重要的是我們未來的整體外交發展 還有我們的國家的整體發展 其實都會牽涉其中 像我們近期可能在整個周邊的區域之下 因為大家都選擇 臨近的區域去做溝通 去做友好的一些可能雙邊的關係的加強 可是我們選擇很遠的 我們都選擇最遠的 其實對我們整個國家的整體發展 還有未來 在疫情過後 我們剛剛講到了 整個供應鏈會被一分為二 而不是像過去的供應鏈的一個模式 這個會對台灣造成非常大的影響 外交部應該也要從這一方面 去考量國家的整體利益 這個對國家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跟我們的外交策略 跟我們的外交政策也是相輔相成 都會相互影響的 所以這個我們特別提出來 我想我們後續要怎麼樣推動我們的外交 除了大內宣以外 務實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從國家的整體利益去做考量 是 外交部一定會是這個態度 謝謝 現在有委員提出臨時提案一案 我們請議事人員宣讀提案 臨時提案 鑑於現任國家安全會議 諮詢委員蕭美群女士 立定為下任駐美代表 基於對本會督責外交事務之尊重 原提案請蕭女士於下會其中 前來本會進行對美工作專任報告 並被質詢 提案人委員陳以信等人 以上宣讀 我們請外交部主管機關 看有無意見跟補充說明的 先請外交部來 跟委員會跟主席跟各位委員報告 我想今天剛剛提的這個案子 因為這個人事的部分 事實上也沒有正式的公佈安排 所以我們是建議是不是暫時不要這樣做這樣子安排 好 我們請提案委員 陳委員 我想 這個各位好 那主席 現在人事都在變動 那爆派 你們說剛我在問謝次長 是不是要去英國 其實都已經爆派 人事座位我相信 如果是都已經在進行了 然後這幾天 這個各種人事有關於駐美的 也都已經都講得這樣一個清楚了 除非今天 你們駐美代表沒有要換人 除非今天我們看到都假訊息 否則現在其實只是找藉口 這個這個來拖延這樣的一個事情 事實上 我必須要強調 這也不是我們這個沒有前例 我們有很多的前例 駐美代表在這個去 或者在那個剛去的時候 都會回來做這個說明 那美國國會也會進行聽證會 美國國會在任命大使 到新的國家去都會進行國會聽證 這個是這個習以為常 而且是國會尊重國會應該有的一個 職權行使 所以今天我們要求我們下任的駐美代表 除非你今天告訴我你不換人 那我們要求我們下任的駐美代表 在駐美之 因為現在正好是什麼 正好在幹嘛我們要修會了 是因為我們要修會了 所以沒有辦法叫他說 如果要去之前 因為你們現在爆派說 7月要去8月要去 那這時候我們還在修會 我們沒有辦法說讓他去之前來 我們才會特有求棄是說 好那就下會期中 那你再過來 這個提案沒有什麼不對 這個提案完全按照立法院職權行使 除非你今天就不換人 除非你今天換人不是蕭美琴 就算你今天換人不是蕭美琴也沒關係 你下一個駐美代表來跟我們背詢 尊重本會在外交上面職權的行使 這沒有什麼不對吧 所以我說今天這個案子 並不是打消不打消 你們要怎麼修文字 可以去修沒有問題 但是除非你今天告訴我說 你們駐美代表不換人 或者你們今天駐美代表就不是蕭美琴 那沒有關係我們就來看 下任駐美代表是誰 不管是誰 休會期間我們沒有辦法為了他開會 然後叫他來 但是下會期我們要開始 我們請他來 現在來做這個決定 也沒有什麼不對啊 今天委員會老實說 我們針對外交的事務是有持續性的 沒有說我們今天這個會期做的決定 下會期就不算 沒有說我們這個會期今年省的預算 明年就不算 不會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我這個另外請 外交部再重新考慮 請王帝王委員 謝謝主席 我覺得政治的操弄不要操弄到變笑話 這個事情我希望不是黨派的問題 是個人的問題 第一個 如果用內定 聽說媒體報載 我們就可以提一個人來這邊做工作報告 我也聽說蔡世英是下一任基隆市長 你要不要去基隆市議會備詢 我覺得瘟疫小委員很好可以當喬委會委員長 要不要提個案叫他來備詢 我們是根據職權 針對職務進行監督 用假設聽說來提這個案 不覺得好笑 第二個 我們的排案權 我相信國民黨委員也有資深的委員 我們一個基本的認知 我不敢講常識 排案權在立法委員的職權行使上 是招委的職權 夏惠琪的專案報告 是由夏惠琪的招委排審 我們會提個案去約束夏惠琪 你要排成什麼嗎 所以基本上這個提案是荒謬又可笑 小美琴如果被發布人事命令 就我國現行的體力 我們不像美國 美國的大使派任之前 參議院確實有聽證 我贊成要有 我們是不是先把法律修一下 沒有修法之前 立法委員自以為很大 超越法律 因為我叫立法委員 法律沒定 我就可以超越法律去說 來來來 我是管外交的 你要讓我問一下 哪怕你現在是百姓 哪怕沒有人事命令 哪怕根本都還沒有這個事情 我就先預定你 未來可能怎麼樣 現在先來給我報告一下 因為我七八月沒有會期 可笑嗎 我還可以找個中衛 我認為他將來可能會升將軍 要不要先來報告一下 所以基本上這個案 我覺得我們本委員會不要鬧立法院的笑話 這案根本不應該存在 予以撤銷 謝謝 好 謝謝 請蔡思英委員 好 感謝主席 我想首先就幾個部分來說明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 外交部所屬的派外的大使 事實上也有許多次我們在他 請他國內來做素質跟工作報告嘛 那也經過我們的委員會的主席邀請 所以我覺得我建議就是第一個 就是依循王力 到時候看是哪一位就任了相關的大使 不論是駐美或駐日 我們覺得有必要的話 我想到時候再請我們的招偉 下一個會期的招偉 或者是說呃 呂招偉或者是我們下禮拜可以來變更議程 看哪個大使還在的 有在台灣的我們其實也是可以邀請他來嘛 我覺得就這樣部分來處理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在人事命令還沒發布前 基本上立法委員並沒有這個大使的人事統一權 所以我這個基於我認為最尊重體制的部分 我覺得在他沒有人事發布命令前 呃立法院或者是我們的委員 呃我們的這個邀請他來就相關的工作報告 我認為是非常不宜的 但是我們呃如果想找 蕭美琴蕭諮詢委員來的話 其實可以找別的理由邀請他來啦 比如說邀請他來聽什麼國安議題專案報告 邀請國安會諮詢委員來 他也同意的話 那我倒覺得就是那個部分可能比較符合現狀 但如果說因為他有可能是接呃 駐美大使 然後就邀請他先來做公務報告 我認為這預法不合的 更何況命令還沒發布 我剛才遇到我們外交部國會組的組長 我也跟他說搞不好是你也不一定啊 因為大家都非常優秀 在人事還沒有發布前 我想外交部的每個工作團員都非常優秀 都有可能會派駐到海外去 所以我覺得就這個呃 決議案來講 第一個違背了我們立法院的職權行司法 第一個 第二個 呃他也呃違反了 外交部的這樣的相關的主張的權利 當然也違反了下一屆或者本會期 呃招委的權利 所以我建議這個案子就予以撤銷 因為他是原則上就 致死不符合法律的程序要見 謝謝 好謝謝 呃我們提案委員要回應 請陳委員 好主席各位 我想今天民進黨人數的優勢 等一下的結果不管怎麼樣 必須要先說 老實說 今天 剛剛都在鎖定說是不是蕭美琴 其實今天是因為我們相信爆派是真的 我們相信說今天你們的人事安排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才會寫蕭美琴 老實說 我跟你們修輸啦 如果到時候不是他那我就輸你們雞排好不好 現在的重點在什麼 我們要強調的是國會這個地方對於我們這麼重要的友邦國家 的駐美代表他在上任之前是不是應該要在國會來做說明 今天我們把蕭美琴三個字拿掉沒有關係的 我今天不在意這上面有沒有蕭美琴三個字 但是我們總有人事的異動 下一任的駐美代表總要上任 在這樣上任之前或者剛上任之初來到這個地方來跟我們做說明有什麼不對 我們現在下個委員會招委當然有這個職權啊 但是我們這一屆的這個立法這個外委會 我們不能我們現在這個會計不能夠表示我們的意思嗎 我們不能夠先把我們的態度講出來嗎 我不曉得說今天民進黨的立委是不是要這個這個一直要組長 這個有什麼意思 因為到時候你們還是會排啊 到時候還是會請駐美代表希望能夠回來啊 所以我們今天表示這個意見有什麼不一樣 如果你們今天真的不認為是蕭美琴 真的認為這是假訊息 那你要不要送NCC我沒有意見 那你今天這個名字要把蕭美琴拿掉也沒關係 外交部要改這個文字我也沒意見 你要今天要寫說駐美代表未來下流再來都可以 今天雖然我們沒有這樣的一個憲政慣例說我們要進行國會聽證 但是不代表我們外交委員會自己要降低 要減少我們自己在這個責任上面的行使 所以這個其實都是做為所當為 然後呢請所當請 那到時候不管是誰擔任這個駐美代表 來到這個地方跟我們說明最重要的對美工作 其實都是應該的喔 好 謝謝 我知道大概大家的意見了 可能意見都有不同啦 那針對本案既然有不同的意見 我們現在就來進行舉手表決 安安 趙偉我有一個程序問題問你喔 這個表決通過不通過我不曉得喔 但是如果今天表決通過那趙偉不排 是趙偉被判褒視國會還是 所以你這個表決是有問題的 我的意思啊 文件上就跟法律程序不合啊 趙偉要什麼排什麼問題 個別委員可以提出主張 給趙偉做參考 現在因為 這是賤請案啦 不是啦 好不好 那我如果夏蕙琦我連任趙偉我不排 那我現在不是健全那不是打我嘴巴嗎 就不可以啊 或者夏蕙琦如果李趙偉你要就任 你要連任趙偉 他一定覺得 你搞不好你有其他事情你不排 那做這個決議啊你排是不是不排呢 我的意思說 我們下一任的趙偉或這蕙琦趙偉 你也可以明天就 並跟益成 隨便你要幹什麼都可以啊 你是趙偉的權利 但我說這個是趙偉的權利 委員會不能夠自己做個決議 叫趙偉要幹嘛 不能這樣子啊 他可以直接跟趙偉溝通 趙偉你要不要排 現在這個是建議案 不是已經決議案 這個建議 如果這個建議大家 我們委員會的委員都不同意 我們就 我是建議 用表決的方式決定 就不處理了啦 比方說你剛才有沒有聽到提案人講了一句話 把小美琴三個字拿掉也沒關係啊 你開地球掛啊 你把小美琴拿掉之後 我們請下任駐美代表來這邊說明 找誰 我是覺得不要鬧笑話鬧這樣子啦 我就 是不是就不處理了啦 因為 第一個 針對一個還沒有公佈的人令 就請他來說明 我不相信我們現場有當過議員 有當過什麼的人 不會覺得這很可笑 更不要講 剛才蔡世英委員講的趙偉的那個排審權 我相信 李趙偉應該知道 所以我剛才講 我不用黨派講這個事情啦 各位不要鬧笑話讓他去鬧 但是我們委員會表決這個 你不覺得很可笑嗎 以後這個例子 以後我們提大堆這種奇怪怪的案子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車案啦 為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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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在开会 我们的理解是 就是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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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所以 按照他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要讲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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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有请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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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在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请 中文字 说明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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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这次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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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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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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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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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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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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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